现在我们要介绍电化的原理 美国科学家贝尔所发明的 好各位 化桶 这是化桶 这边对方的电化 这边有个听筒 化桶是由金属薄片 跟一个装有碳粉 就是石墨粉的盒子组成 石墨可以导电 听筒 有金属薄片 跟一个U型软铁 所构成的电磁铁所组成 这个电源是来自电力公司 说话的时候 声音是一种能量 能量传出去会撞击到这个金属薄片 如果讲话比较大声的时候 金属薄片会向内压缩 盒子里面的石墨粉 所以石墨粉会压缩的比较紧密 没有空隙 所以它电阻会比较小 这个电压固定 电阻变小 所以电流就会比较大 电流就会传到对方去 这电流的方向 传到对方电话里面的听筒 电流比较强之后 这边有个电磁铁 就会产生比较强的磁场 这磁场会影响到外面的金属薄片 它就会产生振动 然后金属薄片振动 在振动空气 就把声音传到对方的耳朵 如果讲话声音比较小的时候 话筒里面的石墨粉被压缩了会比较稀疏 不会那么紧密 所以阻力会变得比较大 电压固定阻力变大之后 电流就会变小 所以比较小的电流传到对方的听筒 这个电磁铁产生的磁效应就会比较小 所以这个金属薄片振动的幅度也会比较小 所以声音就会比较小声 我们来写一下 说话的时候 声音会使得金属薄片产生振动 金属薄片会压缩核内的碳粉 而金属薄片不同程度的振动 核内碳粉被压缩的疏密程度就不会一样 第二点 声音振动比较大的时候 碳粉被压缩的比较紧密 这时候电阻就比较小 那通过的电流就会比较大 再来 声音的振动程度会变小 声音振动程度比较小的时候 碳粉被压缩的比较稀疏 所以电阻就会比较大 电阻大 那通过电流就变得比较小 第三点 产生的电流会随着声音的振幅大小 和频率的高低而做变化 这来我们看收化的原理 听筒内有个电磁铁 电磁铁的磁力强弱 会随着铜线传过来的电流 大小不同而做改变 第二点 听筒内靠近受化者耳朵的金属薄片 也会随着电磁铁的磁力强弱不同 而产生不同振幅大小跟频率高低的振动 这个振动的振幅跟频率跟对方说话的声音是一样的 第三点 金属薄片最后会震动空气 而发出声音传到耳内